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28分 大涨249点 再创历史新高 15463 一个礼拜 新的一年一个礼拜而已 台北股市涨了731点 一星期起731点 今年这头牛有狂牛症 有狂牛症 在骑这头牛的时候 你一定要紧紧的抓牢 否则被人家一甩之后 被甩掉你就可惜了 真的是有狂牛症的一头牛 不是台北股市大涨而已 全球都大涨 全球都大气 礼拜四的晚上 美国股市全面大涨 拜登原本自己宣布当选 那是自己宣布啊 昨天是国会宣布当选 所以昨天美国出现卸票行情 道琼涨了211点 纳达克涨了326点 非诚报奥提涨了3.8% 世大指数昨天全部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过 历任美国总统选后 一定都是大多头 里家咕咕等等 那昨天非诚报奥提大涨 科技股大涨 这本来对台北股市就是有利的嘛 台湾跟美国的衔接就在这一块 所以昨天美国科技股大涨的时候 已经预告今天台北股市会大气了 那这两天美国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行业在大涨 什么行业 银行股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过了 美国的银行股最近两个月时间 已经飙涨了40%到60%了 JP Morgan 美国第一大银行JP Morgan 大涨了40% 美银涨了40% 这是第一大银行 第三大银行花旗银行 涨了64% 第四大银行 富国银行大涨60% 富国银行的大股东就是股神巴菲特 第五大 大摩 摩根斯坦利也大涨了60% 都这两个在里面喔 所以我昨天提醒你 台湾的银行股要注意啊 美国的银行在这一波整个大多头里面 美国银行股是很惨的 因为美国有很多中潮企业倒闭 有很多人没有工作 缴不出贷款 所以银行股很惨 那台湾银行是好的啊 我们这次疫情控制得很好 没有什么太多的倒闭 所以台湾银行今年是 去年是相当好的一年 那反正我们是没有涨到 你看台湾银行股这两个月下来 都没起到啊 对不对 涨幅都要10%以内 所以昨天提醒你 台湾的银行股要注意啊 你看今天银行股是不是全部大涨了 尤其买盘都大盘 尾盘的大档就是3000张5000张 最后盘进来 所以我估计今天外资一定会大买银行股 其实银行体系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说很重要 你一个国家要发展 银行是基础 有稳定的银行体系 企业才有办法拿到钱去扩充产能 如果银行体系不稳 那各行各业就不用讲了 那怎么这一波大多头里面 唯独银行股缺席 那你都没中了嘛 台湾银行股其实是很好的 这里面最好的当然就是富邦金 你看今天富邦金 涨了2.7% 最多涨了3% 是不是开始叮当啊 富邦金 我做只做龙头你们知道 我从42开始接 42,43,44 一直在买富邦金 你们都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 有些人对银行股 没什么兴趣 也无所谓啦 你没兴趣就没兴趣嘛 对不对 有时候买对自己 买了能够抱得安心的股票 其实还是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指数在1万5这里 很多股票涨很高 你要打安全牌 你要有安全的组合 万人哦 大半落下来 我跟你讲 银行股最抗币 因为没去掉嘛 那如果轮到银行股 那就不得了啦 对不对 富邦金 涨8块银 创新高 股价才四十几块而已 每股净值 57.3 这种赚8块钱 低于净值起 更消息啦 那如果涨到净值上面 就30%啦 你现在电子股 有哪些公司 你有把握一定涨30%的 不确定啦 对不对 富邦金就有了 富邦金就有了 所以在找股票 都找那种底部的 期涨股 你们知道 所以现阶段的操作 你就放心的 带着口罩买股票 去管的不要去堆 买底部贪大钱的 有那么多好公司 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买烂公司 股票投资 是一种投资行为 古城巴菲特也说了 你要把买股票当成什么 当成在做生意嘛 那你做生意 你去投资那种 公司亏损连连的公司 你钱拿去天海 去囤海 听好不 所以赔钱是应该的嘛 那你买那种赚大钱 股价在底部的 你就等着分红利啊 你就贪大钱啊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正确的一个观念 我每天一直提醒大家 这样的一个正确观念 我希望你长期看我节目 你要能够有帮助啦 那美国太阳能股 也连续大涨两天 因为拜登说他上台之后 美国到2035年 全部所有的发电 都要零污染 所以太阳能股 美国太阳能股 连续两天 一天去八% 仅仅去六% 那昨天国内太阳能股 大气 今天大跌 今天国内太阳能股 都大跌 我们来看 今天太阳能股 全部大跌 露两%露四% 仅仅一支起的 对于仓河 仅仅仅起而已 我说我太阳能股 只买档 我说我太阳能股 只买档 仓河 180 180 185 今天仓河是唯一 太阳能守住的 你知道为什么 其他太阳能股不买 知道吗 因为其他太阳能股 业绩太烂了 仓河毛利51% 你其他太阳能股 联合再生才6%而已 元金16% 贸底18% 国硕16% 和硕16% 毛利那么低 然后股价炒了半天高 对 都没了解的公司 你看都赔钱的公司 唯独只有 仓河探大级 108年9块 109年14块 毛利又那么高 反正股价是跌的 350跌到剩下180 我当然买这种股票 纵使不好 它也跌不多 那如果轮到太阳能又要接棒 因为太阳能最近也整理了一段时间了 如果太阳能再接棒 这个股票去就很快了 我是不是一样就找最赚钱的 尤其股价在底部的买 太阳能股最近有机会 也开始重新再来一波 可是你一定要买最好的 你一定要买最好的 台北股市今天 249点 还不错啦 可是不要自满 为什么不要自满 因为今天亚洲股市 涨最多是南韩 起到4% 我们才涨1.6%而已 南韩涨了快4% 你知道南韩这一波 已经涨多少了 38% 我们才涨24%而已 我们还落后南韩很多 我们经常喜欢跟南韩比 因为同质性最高 产业发展的一个步调同质性最高 南韩涨成这个样子了 既然日本也涨648点 2.3% 所以我们1.6% 不要沾沾自喜 还要再加油 要再加油 可是你不要去乱买 欧白买就不好 今天电子股占比重高达73% 唯一主流 可是航运股还是有7.4% 可见很多人还是不放弃 昨天航运股 今天很多人还是继续买 我跟大家讲过 你让逆施加码不好 航运股长龙 阳明 外海 他们还有一些空单在保护 所以会比较抗跌 那如果二线的散装货轮 你不要去买 非常危险 这种散装货轮你贪不值啦 我当你不好买 有带你们救到吗 我当你不好买 有带你们救到你 当你不好买 有带你们救到吗 买一些基本面好一点的嘛 不要去一窝蜂 一窝蜂到最后你会吃尽苦头 钢铁股今天也都翻黑了 所以你看今天涨了249点 你知道今天上涨只有377家 有479家下跌 86家平盘 所以今天涨的公司不到40% 不到40% 六成的股票是跌了 所以在跨基手 我经常跟大家讲 指数涨跌不重要 指数关键在于 架构 多头有改变吗 不改变你就做多 掌握轮动的过程 起关不要买的地包起的 随时30% 50% 你都能够继续赚下去 你如果只是一窝蜂 一直在追高 那你无非就是 帮人家抬轿而已嘛 对不对 你一直一窝蜂在追高 那你就是帮人家抬轿而已啊 那我是买在底部 等法人来帮我抬轿啊 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市场上的老师 我想只有我这样在做而已 都买那些没去的 啊 人家那些大笨蛋 人家都在买涨停板的 人家都买涨停板的 人家那些都买那些没去的 那到最后 谁是大赢家 还是我是大赢家嘛 对不对 你看旺宏 你看旺宏 我最早说 七个高约分我开始公家勾票了 起到12个催费 涨到43块钱初清 静原店36块钱初清 我就不爱走啊 你们都看到整个过程啊 全市场第一个讲旺宏的 讲记忆体的就是我啊 我在那边没去就开始讲了 后面标12个大家都在划 一窝蜂的时候 我逢高43块钱卖掉 今天在40 我卖43的 这样三个会贪20% 很爽的啊 很多人有跟到旺宏啊 我知道很多人有跟旺宏啊 有跟到你们就你们就知道啊 这么过瘾 对不对 我一天一个礼拜赚19% 19%其实有点少哦 日月光 55% 55%了 日月光55%了 我也是 59 60开始一直讲上来的 起到91块 哎哟老师你一支股票 剖三个 不可以了 谁决定说股票 一定要两三天就赶快换 对不对 买股票买卖股票跟 翻脸跟翻书一样 买了就要卖买了就要卖 那我就有事了 股神巴菲特的股票 评我过来厉害 股神巴菲特是报好几年啊 赚好几倍啊 啊我们没那些币啊 我们一个波段一个波段 30% 50% 30% 50% 看不懂不要做 看得懂重压 给他三个月时间也没关系嘛 30% 30% 50%坦来 我买白股就好了啊 一年做个四次五次 一年探两杯 轻轻爽爽 日月光 外主花到一百十四块了 爽啊 你如果来我探过多 你如果没来我也没差 该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 因为我赚了50%几%了 这里我也不建议你再去追 对 3481群创 你们也知道啊 你也知道啊 群创 是不是十五号没有的 12月30号卖掉就告诉你 你不要再买了 九号三 九号四 开始买的 你们都知道啊 有人有跟 有人没跟 要跟不跟 你自己 你自己有欢迎感恩 会员是这里买的 九号三 九号四 买的 封关前一天 12月30号15块钱卖掉 卖掉我也是告诉你 不要再算了 有疑虑的产业不玩 你看现在剩13块 有啦 面板如果修正结束之后 我会再玩啦 可是在还没修正结束之前不玩 再买底部的股票 还有那么多轮动的机会 对不对 还有那么多赚大钱的机会 不要去迷恋啦 我从开始买新项我就讲啦 游戏软体每年两波段的行情 寒假 暑假 暑假 每年都是这样的行情 每年都是寒假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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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就是一 二月 暑假就是六 七 八 这两三个月的行情里面 新项已经连续两年 寒假 暑假 暑假 涨幅都高达70% 一个行假就70% 一个暑假就70% 今年业绩更好 12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 别人 你看这段时间 从高的开始 大半已经起到不知道的人去了 新项反而 995 跌到剩下600多 然后业绩还特别好 你没买这个买多少钱 我是专门买底部的机油股 你看今天新项又继续大涨 794块 整整赚了100块钱 赚100块了 多久的时间 一个礼拜 一个多礼拜而已 一个多礼拜 这个又起了 高点的假月 我们等着看 两个月多头 现在刚开始而已 两个月多头 现在刚开始而已 你看文帽 348 342 我们现在才买 我文帽已经讲很久了 你长期看我节目里面知道 文帽要说很久啊 文帽至于过 比如说我讲很久了 我讲很久了 我对三个人 我开始就一直说起来了 200多块 我开始一直说了 220 230 我一直在讲文帽 而且我长期看好文帽 昨天文帽很可惜 报纸说有汇损 所以很多人在杀文帽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谁没汇损啊 台湾是以外贸起家的国家 新台币的波动本来就是怎么样 本来就是营运的变动术嘛 你要做进出口 新台币的升值贬值 本来就是你营运里面的一部分嘛 所以你不要把它特别放大去解读 哪一家电子股没汇损的 为什么特别 担心文帽的汇损 那你想哦 文帽汇损 新台币升值2% 他因为新台币升值的关系 少赚了2% 可是第四季的业绩成长4% 业绩成长4% 新台币升值2%吃掉 这样一来一回 还是多赚2%嘛 要听不 电视频上来了 没关系 听不就听不 听不就做白痴就好了 不要勉强自己 这支股票后面很厉害 文帽要注意 文帽要注意 还有很多底不起涨的股票 对 华硕 昨天比特币又大涨 昨天比特币又大涨 今天早上节目里面有给大家看过 比特币再创历史新高 4万美元 很多人听到比特币都想到 是不是汉讯 是不是利台 我跟你讲那些都不是 那些都是插钩票而已 比特币会带动的是 主机板跟显卡 所以华硕率先已经喊了 主机板跟显卡 售价调高20% 华硕是全球主机板的龙头 显卡是前三大 所以当比特币大涨的时候 社会最大当然是华硕 所以华硕它有发牌权 率先调高 售价20% 你看汉讯利台 他们敢调高吗 你没有市场一定的动能 一定的市占率 你调高也没人理你嘛 是不是 你看华硕 连续两天是不是飙涨了 是不是开始飙啊 是不是开始飙啊 我华硕当时讲的 我华硕当时讲的 240、245、250、260一直买上来的啊 哎哟老师你买都不会涨 去给你看啊 你底部不买 行情大涨是怎么会赚得到钱呢 对不对 尤其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公司啊 我突然他们赚的都是最好的公司啊 前三季的财报里面 赚超过20块以上的 全部都千元俱乐部到七百百块的 华硕第九名 估计到两百几块 尤其又是台湾第一品牌 连续残连七年 台湾第一名的品牌 残连七年 光是一个马克就高达433亿的价值 华硕外资持股也高达 多少 63% 经管跌 华硕外资持股63% 它会甘心让股价不涨吗 获利创新高的公司 股价还在底部 这个股票去那多多 你等着看了 你等着看我会懒得讲了啦 要买买买资利 我的会员是很开心的啦 我们的会员是很开心的啦 那你没有跟的你就等着看 没关系 反正会涨股票还蛮多的 也不是说你每买华硕就会怎么样 没问题也没关系 因为还有很多会涨股票 十位连续两天涨停 中股票不好跟 因为十位涨停跟什么有关 昨天3D System大涨100多% 因为他卖了他的子公司 那十位是3D System亚洲的总代理 这个业绩很好啦 十位业绩很好 每年都8块9块 只是这种股票很难做 为什么很难做 因为股票80几%都在大股东手里面 市场没有什么流通筹码 所以都没用 经常成交量十几张二十张 买不进去 所以看着他跑 没关系 我只把他涨的原因告诉你 你们个人操作可以注意 十位大总两家公司 这是国内3D的两家公司 国内3D的两家公司 因为量太少 我的会员没办法进场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国阳我跟大家讲过 今年还有130亿的账药录 EPS有10块银跌的 所以在后边都有行情跌的 金融股 润泰泉也不错 润泰泉股年炭20块 过去到70几块而已 这未来在金融股涨的时候 润泰泉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大家都可以特别注意的 基底的部分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郁金光我今天早上讲 你看连大力光都止跌了 郁金光两天之内也会止跌 郁金光两天之内也会止跌 这边30%之后 30天之后 这里也正好30天 被大力光拖累的啦 那其实没有那么差啦 有时候行情 各行各业都有淡季旺季 淡季旺季都正常的 所以你不要说你要进淡季 就觉得不好也不是 淡季你要跟去年同时间比 旺季也要跟去年同时间比 是不是比之前来得更好 郁金光12月营收历年最高 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快30% 所以很好啊 大力光业绩是掉的 古年1880几块是掉的 郁金光获利是创新高的 我顾大概2728是创新高的 所以这个股价两天之内反转 又是一波上来 新普的业绩也是创新高 可是价格有点贵 瑞宜下午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笔电大热卖有机会再上来 那文贸刚刚讲过就不再重复了 原项12月营收也不错 历史次高 历史次高 很好的 第四季月季也是大成长 中股价随时都是会动的 茂林12月营收历史次高 比11月掉了3% 比去年成长120几% 所以可见的 苹果笔电大热卖是真实的 这个在下礼拜都有机会动 都是Double的股票 台光电 一百六就离化就开始叮当了 因为金属价格一直在涨 所以铜波基板也更一直在涨价 台光电是最大的受惠 今天 国具已经冲出去了 对不对 主机板的部分 刚刚跟大家讲华硕 其他一家我觉得也不错 哪一家 技家 技家也不错 在座左肩底部右肩 也是比特币受惠的公司 11月营收历史新高 效果如果12月营收也在冲高的话 今年8块钱 今年贪八块钱 贪八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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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八块钱都要买去 股价都要买上当 所以还有很 指数在1万5 无所谓 还有很多赚大钱的公司要买去 你可以多留意这些个购 夹股票 一旦发动 都一发不可收拾 那国具今天已经冲出去了 这还要说什么 这不用说 三百丽四号就开始跟你们说 有的要保护条 今天主机板 今天春天制作所5% 太阳诱电 5.4% 已经相当于国具涨到690元了 我每天一直讲 有跟的就有跟的啦 那没有跟的到这里我也不建议你再追了 不然就不要再追了啦 我们再找table的股票再来做就好 特斯拉概念股里面 特斯拉概念股里面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是起最多的 宁德时代的供应链 台湾的供应商 返甲 要不会起到 要不会起到 还有几档 圆月的起涨股 我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够 因为会员还没有买 有两档 我下礼拜要进场 有一档去年赚8块 另外一档去年赚7块半 本一笔都八倍 而且都是圆月开始进入旺季 股价应效果股价没上当 严禁于此 想跟你就跟我做 那不然你就看着我 看着我们会员操作 圆月的臂涨股 圆月的臂涨股 其实一天只有一个便当钱而已 我们的数年 一支股票八栋都是50% 60% 100万 50万 60万的探 一个便当钱值得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前七下不保险未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借鉴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